欢迎回到即市攻略的时间,我是叶不乐 这次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探讨一下 今日股市的投资焦点 而为我们分析事况的就是要财政权研究部经理陈伟聪,Jason在这里 Jason你好 Phil你好 今早港股上落不是很大,暂时升100点左右 但见到个别股份都成为市场焦点 突然间中途停牌安踏 安踏今早股价急错了 突然间中途停牌 停牌前股价跌幅有7% 到15元边的水平 但安踏突然间停牌有传闻指他们公司的主席 夹带司徒走路 其实这些传闻出到来很令投资者头痕和兼且震惊 之前每次重新传出这些传闻 不单是股价大碎,还会引连连传的公关灾难 其实似乎很多投资者拿着这些股份手持在手 都真的挺难安枕的 这些用品股 都在过去几年里面 由于行业不是那么理想 可能是因为欠债方面比较多 都曾经出现不少一些传闻 就可能公司是做数 又或者都出现过 部分一些管理层 例如就好像之前是 洛奇那边 都是出现那个老板 是出现走路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说说回 今次这个事件 其实安踏本身 都是属于内地整个体育用品的行业里面 无论是那个市值 又或者是近年的业绩方面 都是叫做最大最好的一间 所以大家就对于今次这个消息 都一定是感到相当之震惊 因为没有想过 竟然连龙头的安踏 之前去出业绩出的这么好的公司 都会出现这些丑闻 如果你说说回今次这个走路 究竟是纯粹因为是那个 主席本身的财政问题 或者是牵涉到整间公司的问题 这一方面当然 大家都还是要密切留意着 未来公布一些相关的消息 如果你说纯粹都是因为那个 主席本身 因为自己可能之前 借钱借得太多了 现在没有钱还需要去到走路 这一个问题 就可能对于公司方面 未必说会有个很直接的影响 但如果你说是因为一些 就是公司内部的问题 或者是可能 就是拿了公司一些的巨款 或者很重大的资产去到甲大司徒 这一方面 对于公司的股价 或者未来的业绩方面 都必定是有个很大的冲击 所以在这些消息 未完全是证实 或者未完全是公布之前 大家唯有现在 就只能够是官网的 更何况现在 连牌都停买 大家当然是没什么可以做 但都要 有个警戒的一个心态 买得这些内地的零售股 无论去那个规模有多大 都可能需要小心这一部分的风险 不提醒 究竟他们施了丁世忠 究竟现在的情况 是怎样 暂时也不得而知 但如果你说他们缺钱 就可能 令人有点怀疑 为什么 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公司 在10月中的时候 曾经配股 当时的配售价 就是 16.32 无论这个价值去配售 比当时 之前那天的交易日的收市价值 约8%左右 亦都是当时的股价的高峰位 你看到配售出来的股数都不少 有7000万股 都叫做 配售得回来的资金 大概都超过 起码1亿港元 看到其实拿着1亿港元 都还要潜逃 似乎 正如你所说 可能他们公司本身的负债 或者他们的管理层本身的财务状况 其实都很令人关注 是的 始终我们现在 不知道究竟 他那个主席本身是不是 就是外面欠人是周身债 现在可能根本上 是要想办法去到 cap 水 就是这里找一下钱 那里找一下钱 来到去到还债也好 或者走路也好 这一部分当然暂时就未能够证实的 但是你刚刚提到 他10月中的时候 配了那个股 都叫做cap 了 整个十凌亿回来 当初大家都可能 以为只是因为那个 股价升得比较多 和安铁可能在股值上 都教其他同业的股份为高 所以就令到那个主席 或者一些 大股东方面 做一个 减持的行动 但是如果你说 法国 原来当时 配股 跟今次的前途有关 可能 会是有 少少问题的 亦都可能 进一步 证明 会不会 大股东本身 或者主席本身 财务状况上 出现了一些困难 其实再看前一点 9月中 在 法兰克福加密所上市的 福建索力鞋 业 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况 发生 他们的CEO 和CEO 都 捲款 潜逃 消息 令到当时股价都大跌 而安踏也是其中一个 供货关系 在 看到 其实 之前 你也提过 诺企又是这样 安踏现在也是这样 福建索力鞋业也是这样 似乎是否这些特别 零售 做鞋 衣息 这些股份的公司 他们的财务状况 是特别容易出问题 特别刚刚你提到 这三间 都有个共通点 除了你说 做一个零售业之外 本身那个 的根据地 都是在 内地 福建省 那边 其实 福建省 那些企业 在过去很多年 都曾经出现过 不少的问题 你说 造假数的 又有 又或者被一些 沽空机构 不断去到 或者是 暢淡 又或者你 质疑那个 帐目的增加 又有 另外 也是看回 刚刚讲到的 一些股东的 潜逃 亦都是经常 去到 听到的 所以 可能反映 现在 内地方面 福建省的经济 一来就不是那么好 二来就可能 当地的文化 都是流行 大家是造假 大家都希望 就做一个 看回他们 一些管理层方面 都可能 会出现一个 叫做 一个管理的问题 又或者是 出现财务的压力 所以如果你说 看回福建省的企业 我自己个人来说 就不是这么建议去买 不是 如果是这样 福建省 可能大家要 避开 但是其他 医息股 是怎样呢 我们看一看 最新的情况 是怎样 看到李宁 暂时下跌了 0.7% 在3.92 安踏体育 刚才提过 停牌 暂时 停牌前 就算在 15.02 而中国动向 也跌了1% 做1.43 帕克体育 也跌了1 做2.01 至于特报 也跌了1 做3.38 而361度 跌幅就比较大 跌了超过 5% 做2.16 而非克国际 亦在停牌 停牌前 是修捕3.08 Jason 361度跌幅 也不小 其实市场 是否在揣测 相关的铜 也可能出现 类似的问题 你觉得 如果拿着这些 股份的投资者 应该如何是处呢 361度 其实本身 看回今年来说 之前公布的 營运数据 或者业绩 算是交道功课 甚至乎 都可以说 增长 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 如果你说 看回过去的 历史 或者 那个 经验 都告诉给大家 他都曾经 试过 帐目方面 给一些 评级机构 去质疑 所以 既然前居可鑑 他都曾经 被人质疑 过一盘数 会不会 未来 都出现 相关的问题 如果你说 在整个行业里面 始终 大家都要留意 那家公司 本身 除了 帐目方面 也要留意 究竟他近这几年 有没有什么丑闻 传出过 还有 看盘数的时候 都要留意着 应收帐方面 或者存货方面 是否都有相当大的增加 如果你说 那家公司纯粹看待 纯利 或者营业额的增长 未必足够 因为这家公司 可以透过一些方法 包括 将一些货品 就是叫假意 去到买出去 突然到最后 得利的 就只是应收帐的累积 但是在那个 现金流方面 原来是收不回 其实对这家公司来说 亦都是没有一个 很直接 很正面的帮助 甚至乎都可能 会被人质疑 究竟会不会 这家公司 为了 谷大条数 谷大营业额 而要用一些 其他 不是道德 甚至非法的手段 这些因素 在这个行业出现的机会 的确是比较高 特别你说 361度 今天的股价 这样跌下来 某程度上 都反映 现在市场上 都是有些担心 听你这么说 似乎投资这些 体育相关 或者零售板块 其实风险都不小 如果各位投资这些股份 的时候 几乎做公共课 正如刚才Jason所说 看看他们的现金流 情况 应修的状况 不过都是过去 最重要是 公司设法提升企业管子 才能保障投资者的权益 这一节 好多谢Jason 和我们分析了 体育股板块的释放 刚才提过的 相关股份 有没有持有 没持有 好 这次时间来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会 看你 我们先休息一下